一個戴口罩的男人走過 四秒之後 哇!日光日白都走淚啊? 不是,是懷疑爆洩啊 片頭的男人沒多久手上就多了個袋 然後登上早就已經停泊在路邊的綠色的士 事發地點是元朗德業街 星期二早上7點多 聖馬的的士司機來拿車的時候 發現的士玻璃槍被打爆 一個袋不見了 裏面有200元現金、八達通和證件等等 警方正追蹤一個40至50歲的線案男人 今次已經是今個月內第四中 的士被爆槍偷竊的事件